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到这来的常有可能都是为了求真来的 但是我今天我就是为了求假来的 收藏警示不可不看 收藏文化 享受生活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寻宝的系列节目 我有国宝 谢谢全国常有的参与 什么样分量的国宝才能够赢得我们四位专家的认可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首先来认识我们四位权威的寻宝专家 好 首先让我们欢迎书画鉴定专家金韵昌先生 欢迎青铜佛像鉴定专家李彦军先生 欢迎杂相鉴定专家蔡国生先生 欢迎陶瓷鉴定专家王春成先生 各位藏友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寻宝的系列节目 我有国宝 本节目由五粮春独家特约播映 我们首先来寻找第一件 刘洋来自飞龙江大庆 红山玉 第一位出场的藏友刘洋先生 自我比喻为收藏痴人 这个实际 您看错了 是我替朋友来弄的 我的他是收藏的一个痴人 你怎么是这么一个严肃的人 你吃一回不行吗 痴人都不来 你都来了 你是不是比他更痴 我这个朋友呢 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些玉 结果呢 他就买 到最后的时候呢 家人都很不同意 他就把房子也都卖了 就为了买这些东西 大家都怕他上当 尤其是我也怕他上当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小的件都几万 大件都几十万 甚至更多 而且妻子也不同意他买这些东西 都认为这些 可能就是老实讲的房品 听出来了 您的语气很沉重 您是来拯救您的朋友的 对 大概花了多少钱 基本上所有他和我 都认为值钱的物 都在这个塑料箱里了 都在这个塑料箱里了 那确实面积不大 来 红杉玉十二件 请投票 将近有70%的藏友 还是支持您这位朋友的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 花这么多的代价 去收藏这些东西 那必然是有他的道理 我从这么远看到 他的这个光泽度 非常的亮 我就感觉这个容易 是不是容易造假 他这个从光泽度和射度上面 那个这个 这个质量我也看过 真的不靠谱 买下来到现在 有多少年了 这十二年 是他从收藏 玩初级的玉 一直到明清的玉 一直到高谷的玉 高谷的玉 首先恭贺你 这些玉器 除了这件啊 一会我跟你谈 这些都是真的 最近红杉玉 让群众 让收藏者都害怕了 全国人说 一万件红杉玉里 也没一件真的 下的拍卖行 收藏者都不敢伸手 那么这件玉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特别明显的次生变化 首先这件玉是老玉 但是怀疑是后加工 那么这些玉呢 都没有问题 都符合红杉 也就是说十二件 十一件是对的 对 符合红杉文化玉器的类型 符合红杉时代文化的 玉器的工艺 因为红杉玉为啥 这么有名呢 它是中国玉文化 最早成型的 你看这是礼器 有配饰 这有工具 出现了中国最早的 龙的图腾 就C字龙和玉珠龙 但这里没有 所以红杉玉呢 在世界范围内 是非常有名的 但这个时期没有管钻 你举例说这个马提醒器 那么它是先打个指孔 这有痕迹 然后进一条绳索呀 绳索是夹着解玉纱 两边用软绳 把这玉中间这个芯拉出来 就是用软绳切割 那么这个痕迹 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三连壁呢 在黑龙江 上至亚伯利北沙场 出土一件 被定为国家一级龙 你看它小 所以这一组预计 显得弥足珍贵 比大庆那套房子 要值钱了 谢谢老师 您怎么把那个档案袋都拿来了 还没开封好像 我开封了 开封了 从底下打开了 这个呢更奇怪的是呢 就是说上面呢 收藏编号 收藏日期 原有地点 培都 现有地点 金灵 这个跟北京不一样 北京曾经叫北平 但是南京没有叫过金灵 里头的画呢 提的款子是吴宽 吴宽 是明代的一位大才子 那个中国壮业的 这个风格呀 都不是吴宽那个时代的 关键卖的还不是这张画 关键卖的是这个口袋 可能是 您爷爷那会儿上了当了 是碧海啊 这是我替我舅舅这个来看 你舅舅有什么说呢 我就说是 就是几年以前 寻宝寻的 这个东西呢 是海南黄华里的 一个大的碧海 手感摸上去 像摸在小孩的肌腹上一样 这件东西 是清代初期的 做工还是很严峻 这个底 不是平的 是往中间斜过去 在这个周 四周啊 这个圆 周边呢 圆的周边呢 又是一个很规正的一个平面 那么这件东西 有个曲点 修过了 这里开裂 那是以前修的 不是现在修的 所以呢 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藏品 成都 哦 成都 专门赶过来的 专门赶过来的 花多少钱买的呀 不多 两万块钱左右吧 哪年买的呀 在我手里已经有两三年了吧 三年了 那你认定它是什么年代的呢 我感觉就是 我自己也买了一些树来看 我认为元代的 风格是元代的 那么从元代 就元代核叶盖来讲呢 就龙泉窑 它是一个 应该说做的呢 核叶盖呢 它的转折处 更柔美一些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 右面的比较脏 那么感觉还是一个现代的作品 这里是寻宝 我有国宝的系列节目 我们继续寻找宝贝 爱雅玲 来自吉林 这是您的藏品吗 不是 好 这是谁的藏品 这是我哥哥的 也是家里人 我妈妈爸爸也反对 包括我在内 还有嫂子 她呢 倒没至于说卖房卖地的那种 但是呢 现在已经也收藏了多少 完了之后呢 自己也说 每一件藏品都是真的 我这个是真的 我那个是真的 但是我们家里人 特别特别的反对 而且呢 我今天来的一个目的 是这样的 我相信每天 每个到这来的藏友 可能都是为了求真来的 但是我今天 我就是为了求假来的 我就想给我哥哥一个证明 我并不是为了求真来的 好 我觉得您说话的气势 不像是来求真 您是来打假的 她是不知道您拿了这件来鉴定啊 对对对 因为在她心里 她就是 可能老师有的说是 她可能是 很少了这种 什么青天石什么的 我因为我不懂啊 你就只知道她是青天石 至于是什么 其他的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对这东西一点都不懂 你为什么会挑这件呢 因为在她心目当中 她说的这个非常好 她就说这个是真的 为什么我说我来求假 我就说她是假的 我就想打消她这种 继续收藏 见什么买什么 完了之后 看了东西都觉得好好好 都是那种 我就来求假 我一定要给她一个证明 好 我不是你哥 平静 真的 因为我们群宝去过青田 我大概在平保 比如说像蔡老师 什么灯光洞啊 风门清啊 什么什么 那你只知道这是一块 青田石的这个张料 其他是什么类别都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真不清楚 好 66%的 65%的藏友 不太看好 我觉得看颜色这件宝贝就非常的珍贵 而且我觉得喜欢就是信仰 如果不非常过分 不倾家荡产的话 就应该被支持 谢谢 我认为这个不一样是真的 就是说里面看着不是那么纯的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棒 可能属于我们的国宝吧 如果那样的话 你可能真的会跟你们家人都要感谢 是吧 感谢你哥哥的好运气 往后收藏到了国宝 而不是球甲 我现在我还是要听专家的 来掌声送给小爱 有请 四位老师好 您好 这件东西呢 蔡老师姐 看起来非常好看 它笔子清田的灯光洞 还要漂亮 所以这种类型的石头啊 在二十多年前就迷惑了好多人 这件 有点意思了 蔡老师用了迷惑两个字 听出来了 我看有点要达成我的心愿 是的 今天我只所以要点评的 就是要我们广大常有都知道 这个东西不是清田市 更不是清田的封门 灯光洞 那么它是什么石头呢 它还是东北辽宁在带出的 这个类似于绿泥卵玉的石头 看起来很像 甚至于也透 也通透 像灯光洞一样 很通透 但是这个石头的性质 刀刻上去 和清田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我们清田的刀刻上去 是松脆叶致 这个石头刻上去 比清田石来得硬 像刻在玻璃上一样 这个雕工 就是浙江清田这一帮人的雕工 雕得比较粗 因为它的材质的性质 决定了 它细不了 如果像这样一块的清田灯光洞 几百万呢 那么你这块石头呢 按我 二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 都见到过 看到几块钱就可以搞定 那么当然 现在那么也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好 好吧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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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蔡老师 好 谢谢几位老师 实际上我听这句话呢 很高兴 但是呢 心里面也有点酸 为什么 因为 哥哥呀 就是 很喜欢 在他心里边 他觉得这个东西 很重要 我觉得我哥哥 可以 收敛一些 实际一些 我们的寻宝的现场是 曾经有过藏友流过泪 但小爱今天眼泪实际上是第一次 是藏友的亲友 在现场流下的眼泪 我觉得这个泪水是 另外一番滋味 不过小爱 回去好好跟哥哥说 别跟他急 掌声送给小爱 谢谢 谢谢 能跟你握下手吗 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 再来一个片 没做什么 这小伙子个儿真高啊 你是打篮球的吧 对 我打篮球 你还真是打篮球 你看我还猜对了 我是去那海外打比赛嘛 哦 对 我就看这些画 挺好看 我就给买了 嘿 嘿 有点收藏意识 对 就五万块钱买的吧 你知道这是谁的画吗 你就买 哦 刚开始不知道 但是后头有一个董行人跟我说这是五尾的画 扫叶图 再说你看那画还有乾隆的大印的你看 嗯 还真是 但是我现在唯一就有点担心的就是这个没有款这个 这个五尾这个人呢 几乎任何一本最简绕的美术史 在明代部分也要有这个大价啊 他呢是长期供奉于内庭 呃有一次皇帝说你给我画张画吧 正赶上他喝醉了酒了 他是手指哆嗦 他拿着这墨汁刚要画夸 扣在这纸上了 没关系 拿着笔来刷刷把这个一摊墨汁横涂竖抹 最后画出来的是一幅松传图 那墨汁正好是那流水啊 皇帝看了也说哎呀 这真是仙才 您这个画呢没款不要紧 风格全对 呃两个重要的帮手 曾经在乾隆皇帝的内府里收藏过 盖了五方玉玺 而其中呢有十区宝吉的玉玺 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依据呢 就是1992年徐邦达先生为他提拔 认定他是终晚年真迹无疑 可以说呀收藏潜力无限 他带火稀的 哦 日本是日本七 是是 一看 这个您到您手多长时间了 这个是我爷爷七成年在北京琉璃厂买 日本的七宝砂 时间上呢 大致是明智维新以后 那么呃 像这样的七宝砂呢 应该说在日本分两个类型 一个类型是不透明的 是 彭酸岩 也就说是不透明的这个法郎 还有一种是透明的法郎 但是你这个东西呢 区点在哪里呢 修了 对 这两个修了 有没有收藏架的呢 不管怎么说 也都是有 有这么长的历史 就是破了 好 谢谢 我刚要拿这大碗 里边还有一小子呢 这个大的套小的这么多 您这是怎么着 买一送一买来的 这是我在06年 在国外一个古董店买的 哦 房品 不过大的呢 倒是清大的一个碗 哎 这个品相呢 有点问题 清晶 您看 声音发闷 也就是说它开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开片伤到 开骨了 开骨也随着断裂了 是一种仿格要的产品 民营产品 相信您这个件东西 买的应该也不会太贵吧 不太贵 不会太贵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远渡冲销回来 也值得收藏 这里是寻宝 我有国宝系列节目 我们接下来寻找 下一件宝贝 来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李小红来自山西 这么小啊 这是个什么 你看我这个破木头 这是木头的 木头的 这上面刻的 来给大家说一说 这是什么 这个是用陶木 克制的一个印模 商号里面呢 就是那个 你把银子存到商号里面 然后商号 你要去外地出差 或者外地办什么事情 然后给你印一个 那样的印模 就在银票上面 对 银票上面 盖一戳 盖个戳 然后你拿上这个银票 就可以到外地去 取银子了 这个中特别值钱 一看他那个宝贝 都值那么多钱 我这个印模 我印下去以后 就可以把他这个宝贝 买回家了 我可以多给你印几张 然后在北京买十套 八套房子 没问题啊 这是什么商号 这个是 福盛号 福盛号 小红 这么重要的 这么值钱的 而且这么传统的 这么罕见的一个产品 怎么到你手上呢 这在我们家里面 是我爸爸 今天大午拿着过来的 是爷爷留给爸爸的 家里跟这个银行 跟这个银号有关系吗 我的祖上呢 可能就是不用拿钱 就是在那工作 然后你可能干五年 给你一个什么生股 技术入股 十年就是多少股 技术入股 干股 是很小的一个小股东 那他这小股东 最后就把这个 应该顺出来了 来来来 大家投投票 小红很在意这支持率啊 谢谢谢谢谢谢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收藏价值 我希望接这个东西呢 能能不能振兴 我们中国的金融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 但是他盖章有作用啊 是不是啊 在中国来自全球 都可以使上他 那这个感觉好 知道吧 不管他对得上 对不上钞票的话 他一盖一个章 就心里痛快 你还不熊啾啾气昂了 跟我们专家聊聊 来 赶上这给小红 这个东西是印那个汇票 是相当现在的支票的超版 就等于印钞的超版 这件东西是同志年间的一个票号 那么也是三西地区很有特色的 说明三西地区的那个金融文化 一个见证 那么这件东西从他的雕刻 从他的木策 从他的褒浆来看 应该就是当时的原品 没有怀疑的 那么这一路东西呢 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那么从艺术价值来说呢 好像因为他们不是什么名家雕的 也不是什么雕刻的一个艺术品 它是一个凭证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客制店 跟着印章 画得也不错 这个作者知道吗 写着《无星赵孟虎》 有一点了解 他应该是赵宽映的第四仪式 第四仪式子孙吧 您了解的够细的呀 赵孟虎是宋代的皇孙呢 很了不起 他的这个最大的贡献呢 就在于书画上 可以说呢 是元代最高的书画艺术大师 是吧 这是大宗师 但是您这张画呢 无论从构图 它的技法水平 风格来看 不是赵孟虎 就是一张民间画 落上赵孟虎的款子了 时代也不久 您看这上面都列成一条一条的 实际上呢 这是有意做就 历史五年 感动越南华侨 买回心仪的八宝嵌挂瓶 八万人 请回宣得刘京福相 十年间 多方考证 坚信真品无疑 这个属于烟熏火辣 进去继续收看 您这 拿的这是什么宝贝 这是一面铜镜 都是小人 都是小人 我以为是刷头发那个刷子的 现在那个 现在的那个 咱们来发电用的那个 听说是祭祀用的 祭祀用的镜子 过去镜子在古代 也有兼有这个祭祀功能 这个是在去年在日本买的 首先恭喜你 买到一件非常珍贵的铜镜 这枚铜镜 目前了解看 在国内 就是出版物 或者已经了解的材料当中 为锦键 第一次见到 上边是像带着法冠 那种古代那个祭祀人 那个形态 排成队 这边还有残存那些 镀那个水银 这镜子是毫无疑问的 有饼的 看形质像是汉代以后的 这个镜子 而且这个文化属于巴蜀 就四川这一带 或者是贵州这一带 这种文化 从来没有见到 上面就是立体浮雕 这么多人物的 这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镜子 它就是价值能是多少 你买来多少价钱 三万块钱 肯定不是两三万块钱的东西 至少应该几十万以上的东西 好 谢谢你 来 掌声有请这位藏友 来自贵州 安顺 这个是一个百宝嵌的挂屏 它上面有一个预制诗 然后是两个对联 但是这个预料 我们现在无法判断 就想请专家鉴定一下 年代呢 可能就是清晚期的 清晚期的 怎么得来的 这个是在一个华侨的手上 就是够回来的 就05年 美国华侨 越南华侨 越南华侨 转让花了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花了五年时间 是 年年只去越南旅游 这新构成的 看好这件藏品的藏有60% 一看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东西 中国的文物 它从国外把它 就是花了五年的精力 把它买回来 就已经很值得尊敬 我琢磨着可能也就是民国的 看这个色格挺鲜艳的 方式真的 肯定是真东西 哇 这力气有张飞的劲儿啊 这个东西 是 三十年之内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八宝倩 八宝倩 实际上是明代晚期 在江苏扬州地区 有一个人姓周 命祖 叫周祖 他创造的 用珍珠 玛瑙 翡翠 白玉 戴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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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檀 向牙 等等 天下其真 的东西 把它 一起 坐在 其器上 所以 清宫里边 也把八宝倩的东西 移过去 用了 那么 名声也就大了 那么 这个东西 我们细细看它 是不是八宝 乾隆玉堤寺不是八宝的东西 清天寺可以填上去吗 清天寺是八宝吗 是吧 而且呢 这里 我们看 秀玉 那个 蛇纹石 这一路呢 粉石 那么 你这个框架 是草坛 不是紫坛 整个框子做的 这质式也不符合 不符合规矩 所以这件东西 应该是一个很低端的 工艺品 工艺品 谢谢专家 这个小罐 小罐很亮丽 颜色真漂亮 品价很正 是你买的 不是 是家里传下来的 遗憾的缺盖 底下呢 有这个方款 大清 大清道光年制 是一个道光光药的斗材 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 藏品 应该说 这个很有收藏价值 无论从龙纹 云龙纹 还是尖部的这个八宝纹 应该画的都是重规重矩 好好收拾 一致的夸呀 不错不错 好好收拾 谢谢你 带了好东西 来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件宝贝 侯佩来自山东青岛 慢点 不着急 慢点 江明国家好 我们 这么年轻啊 哎呀快不得 去动物园还要买张票呢 不不不 我跟你说吧 我每次看电视的时候吧 你哪能这么看人呢 我家儿子就出了招呼 李嘉明又出来了 嘉明又出来了 嘉明又出来了 没别的意思 真的 猴佩这一看就是吃米收藏 你看这带的是什么 这是珊瑚 珊瑚 这是手腕上 这是青海玉 这是 这是何田玉 这是同志的 同志的 是哪个年代的 这是 这是我当时请的时候 是按那个大明宣德的请的 大明宣德的 根据是什么 第一吧 首先这么大 就名 原明清的 这么大的佛效 就很少很少 另外吧 你看 这么大一尊佛 还是溜金的 另外 除了溜金以外 大家再看一看 这上面还有挂材 对 如果是真的话 嘉明我不是吹的 我说如果 这么一尊佛 就把你这一块给你买下来 侯佩 01年 八万块钱请来的这尊 她原本是大明宣德的 溜金 而且是挂采的 这样一尊佛像 我看这种佛像是西藏 那个地方制作的佛 不像他说的是 那个宣通年年 这是我个人看 宣德 宣德年年的 我说佛是真的 他的年份是假的 你这次跟侯先生的功灵差不多 刚才是查出了 它是挂采呢 给我感觉像佛是受伤 所以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佛是大不敬 我打断一下 所以我是表示回忆呢 你不应该怀疑这尊佛 它是绝对的 没问题 您怎么根据什么认为 你这尊佛什么问题都没有呢 我是十一年前这样认为的 这尊采采的佛像 就是近年铸造的一尊佛像 它这整体的工艺 我们看这特征 你看前面做的挺好 这外面 另外这背光 这种云纹佛像 这个是有原型的 就是比照这个卢舍纳佛 叫毕卢佛 就大日如来嘛 照他的样子做的 做工不错 因为佛铸造出来之后 是要供奉的 包括底部的处理 磨损上下 都是有很明显的 它这个属于烟熏火燎的 做的污泥 做的旧 这个非常典型的 当代做旧的 近代的说 谢谢 大清光续年质 是真的吗 不好说让您看看了 不好说你就买 这个是我父亲 从一个古外店买回来的 只能说很漂亮 但是呢不雅 和光续的工艺风格 这个原材料的特点都不相符 是一个谈不到防品 所以是一件很低端的东西 好 谢谢 好 谢静 来自北京 你好 这件作品应该是 是秦朱永的 访唐隐那个山水轴 当时我跟我爸几年前 在一拍卖会上拍的 那你对这个秦朱永了解多少 他是清朝海派画家 跟老爸去拍的 哪一年的事 大概是奥运会前吧 那06 07年 多少钱 20万 但是阿姨你要知道 拍卖了20万 还来参加寻宝的 其实是传递另外一个信息 他心里还是没底 对 因为现在拍卖 有好多也有赝品 先投上一票 看真 看假 这幅画呢 一看就是好画 我认为这幅画 从整体布局来看严谨 他的线条呢 非常的鲜明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不要去拿着那个显微镜 去仔细地看 真的假的 如果假的就特别 这个不开心 哦 这是一种爱好 一种兴趣 这个望远镜 能看到那个字吗 字迹 给我的感觉呢 是一般 所以您投的是哪一票 我投的是反对票 好 谢谢 谢谢 请坐 秦作永这个人呢 是无锡人 这个人呢 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画家 对 他的重要贡献在哪 实际上在画学理论 他是用现在的咱们美术学院的分类来说 他是一个美术史家 他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 同音论画 他把从晚明一直到他以前 就是到清中期 四百个画家 加以注录和评论 所以呢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大的贡献 我们买他的画 主要是画以仁存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关于您这件画的真伪呢 从款实 印章 这个 还有画法来看 应该是真迹无疑 真迹 而且在秦作永的作品里边 算是精品 唯有一个小遗憾 就是 您这个二十万的价格 偏贵了点 偏贵了点 恐怕 即使经过这几年的升值 还不能达到 谢谢 这些东西你买了多少钱 花将近两万 全是新的 哪个 都是 都是新的 都是 就是我买的下面 顶上都是一层白补 就是挺厚的一层 白补 就是那个特点 叫白补 然后一擦一磨就掉了 那 从今来过吧 从今来过吧 谢谢 一下都得几十万 剪不了那么些烂 谢谢 来 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件宝贝 罗汉炭 对 它现在就是缺少的这三面的围子 夏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材质 这个什么材质我不太清楚 就论坛上的爱好者都说可能是黄花梨 怎么得来的 是我老公祖传的 是爷爷给的 从小睡到大的一张单人床 你老公就在这榻上 对 这有感情 以前他小的时候爷爷跟他讲 就是说孩子 等你什么时候长大了之后 该娶媳妇了 用这个单人床去换两个 双人床是没问题的 这个寓意很好 老公有跟你说过 他在这黄花梨的上面画过地图吗 应该画过吧 我感觉这个不管是真是假的 不管它值多少钱 可是那份感情 那份那个回忆肯定是无价的 这个东西那轻轻搅搅的就抬上来 这不是什么黄花梨 这个木质啊 我看着不错 我看我打过膜 我看像紫檀 这个罗汉塔是不对的 不对的 你丈夫睡了几十年 睡了罗汉塔 睡到后来还是娶媳妇 这个罗汉怎么会行啊 开个玩笑 这个罗汉塔呢 东西是老的 那么年份呢 估计是民国时期的 它呢 前端呢 是 是花梨 是一般的花梨 不是我们海南的黄花梨 那是哪个花梨呢 就缅甸的花梨 缅甸 缅甸老挝 这一般的花梨呢 也是属于比较好的花梨 过去老北京就叫烤花梨 对对对 背后的这个档板 不是花梨 不是花梨 就是只是前面那一块 前面 两边 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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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三块这个面板呢 是白木的 白木的加七 要上边的那三块档板 有没有坏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当它好的 来雇价 估计在十万左右 谢谢老师 去国外太新的时候 到一个小镇子上去旅游 把它带回来了 还是喊了回流的 看颜色 这个盘子呢 应该说 整个装饰风格 和咱们传统文化 还有点差异 但是从它这个 青花的发色 和这个 幼和胎的质地来看呢 应该是一件老东西 年代呢 应该是 庸正时期的 民谣产品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 好像它又有一些 这永轩的这个特征 刚才特别强调了一件 一句话叫民谣产品 官谣呢 也就是说 它用料非常考究 民间用的呢 都是国产的一些土料 它和那个苏麻梨清 进口料呢 有着很大的区别 还不是明代永轩时期的 好吧 好 老先生 找收藏多长时间了 这是我爸爸祖传的 这是家传的 也不是 离修单步 不是说 自己喜欢收藏 我就是 基成他的 您这张画啊 看上去呢 确实是张老画 它上面写了一个款子 叫慕陵宇之鼎 这个画家您知道吗 这是清朝康熙 对了 这个宇之鼎啊 了不起的大画家 他是清初 首屈一指的 肖像画家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 国家的第一摄影师 所以呢 很多 这个 这个大人物啊 都请他画像 比如现在流传至今的 包括 曹雪芹的爷爷 曹银的像 都是他画的 我呢 也许 见闻还比较少 我还没有看见过 宇之鼎 给陆画像 还是个结婚照 是吧 比较稀罕呢 所以呢 而且再说 这个路 它的无论是造型 无论是线条 说实在的 都比较臃肿松懈 所以呢 我可以直言相告 这个不是宇之鼎的作品 款子是后天的 款子是后天的 但是这张画呢 也不新 应该也是清代 中早期的作品 中早期 还可以收藏 我们继续发现 下一件宝贝 据说这件宝贝 正在往演播厅里搬 我的天 这是另外两张 罗汉探 来我们有请这位藏友登场 姚远丽先生 姚先生来自北京 您好 您这是 这是一面圣旨点 哪位皇帝的圣旨 这是1468年 也就是明朝建国一百年的时候 江西受灾 有一个人 捐资赈灾 对于这种义举 成化皇帝 扳旨 而且赐扁 表彰它为意识 当时的慈善事业的楷模和代表 可以这么理解 对 这宫里东西 它应该是特别丁致 这个不像那个 拓丁致 都像农户里用那个 大门板式的 这个我看的不像真的 好 那姚先生这个表情很丰富 没关系 跟我们的专家好好交流一下 好吧 来掌声有请姚先生 我刚才读了您这个 扁文 实际上它是一通智书 过去我们通称为 赵书或者圣旨 其实它分为好多类 这个叫智书 它的内容是说 有一位叫黄雁成的人 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 体恤国家的艰难 凯然捐资助阵 所以呢 皇帝给他一些奖品 有卷 有养酒 就有卷必养酒 就是给他一些丝制品 还给他一些好吃的 另外呢 精为义士 给他一个关键在这儿 荣誉称号 就像咱们现在来个建议勇为 先进分子 在朝廷上面得了奖赏 甚至中了进士以后 家乡都会自己做一块匾 或者把皇帝颁给的 这个玉址呢 收藏起来 把它放大 刻成一个木扁 挂起来 悬挂起来 这都是一种习俗 那么 从他的文章 和他的这个楷书书体来看 是明代作品无遗 掌声祝贺 这件入围的藏品 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他们 书画组推荐的入围藏品是 吴伟的扫叶图 藏友李萌 大师手笔 千五流传 请大家支持我 掌声有请金老师推荐 这件明代吴伟的先人扫叶图 粗笔大漠 神丸气足 无论是个人风格 还是时代气息 都十分开门 所以请大家放心投票 曹子组推荐的入围藏品是 绿龙文罐 藏友 杨大为 只有真正懂艺术人才会投我 不懂艺术人才会投他们三个 谢谢大家 这个衡量标准有问题 但是他真心的希望大家去投他的票 那么这件 道光 关瑶 绿龙文罐 大家都知道 1840年 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 那么导致了 道光时期的国度下降 但是这件作品 正是在那个时期 道光年间生产的 而且是上品 流传到今天 品香这么完好 非常难得 第三件入围的藏品是 祭祀人物文 有饼铜镜 藏有宋文娟 青铜祭祀铜镜 仅此一面 请大家睁开会眼 投我一票 谢谢 掌声有请蔡老师推荐 它是在东汉到南北朝之间 在我们国家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所用的铜镜 尤其是它的工艺特色 上面是一圈人物的原雕 这路原雕体现了 那个地区的 人民的生活 祭祀的情境 在众多的铜镜中间 绝无仅有 第四件入围的藏品是 红杉玉一组 藏友刘洋 希望大家支持 中国的文化 能够知道 国中有玉 有玉称国 谢谢大家 世界产玉主要有三个地区 一个是新西兰 一个是中美洲的玛雅人 还有就是中国 那么在玉的发展过程中 其他地区只是尽做配饰而已 那么这组玉区 有着这么悠久玉区文化的传承 它是代表了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希望大家投它一票 四件西式宝贝 哪一件是您心中所爱 现场的各位藏友 请投票表达 支持率最高的这件藏品 就会获得最具文化价值的这份荣誉 来 各位藏友 请考虑清楚 记住他们的编号 请投票 究竟哪一件藏品销到最后 请揭晓 祝贺四号藏品 称出 收藏文化 享受生活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副十五的十六土轴 还有何海峡提拔其上 藏家信心满满 这就是国宝 点评专家却忠心告诫 很多假货 可以乱真了 究竟是两位大师的株莲闭合 还是作为者巧步迷局 一件装饰精美 富与堂皇的回流瓷器 闪亮登场 他又会有怎样的传奇 请您记住